欢迎大家收看安卓自定义空间的视频教程 我是Toby 今天进入我们的第三课 第三课今天我们讲的内容是 继承布局的这种方式 我们先回忆一下我们前面讲的 前面的前沿讲了一些自定义空间 为什么要自定义自定义方式的 然后上一届课讲的是一个自定义按钮 这样一个案例 然后本节课我们学习一下 自定义空间的第二种方式 继承布局的方式 继承布局的方式 它就是说单独的空间不太好实现 有多个已有空间来实现 我们可以继承线性布局相对布局 然后以及安卓所有的布局都可以拿来做继承 我们来看一下案例 我们先看一下它我们最开始讲的时候 这个案例继承布局的方式 这个是QQ里边的一个动态的页面 这个地方这一坨我们就可以继承一个 一个ImageView加TextView这样一个空间 然后写成一个Linor layout把它们包起来 最后就是继承于Linor layout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组合的空间的方式 当然有同学说这个可以写一个说 JoyableTop这样的 但是可能说这个图标就不太好控制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种 这种是QQ里边的一个设置的页面 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种一条 我们就可以做成一个自定义的空间 它就包括 左边的这样一个文字 左边文字的大小文字的颜色 右边的文字 文字大小文字颜色 右边的图标 然后以及它这个上下的间隔 以及整个 整个item它的一个点击的效果 做成自定义空间 其实非常方便 你想一下啊 我们可以在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设置 设置里面 还有很多其他的设置页面 我们都可以通用这一个东西 而且以后 JoyableTop这个东西 我这个文字小了 对吧 我只需要改一个地方 分分钟秒秒钟就可以改掉 但是如果我就说分散写开的话 就很麻烦 而且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也可以放在我们的 整个list view 假设这是个list view 放在里面 每一个gate view 就是gate view 这样一个自定的空间 这样一横排 这是个自定空间 这是QQ的一个设置 这个是美团的一个加载动画 这就是上面一个image view 下面一个test view 然后我们设置了 它的test view的颜色大小 以及image view 它有个动画效果 有个小路在跑 这样一个动画效果 然后有一个间隔 这个就说你要设置到一个stair里面 可能就不行了 这就是一个组合的空间 需要我们两个东西组合起来使用 然后我们看第三个案例 第三个和刚才那个coode差不多 其实也是一个item空间这样子 我们左边的文字 然后右边的选择开关 我们把组合在一起 写到一个新的空间里面 到时候我们可以拿在我们项目的任何地方使用 并且我们可以一键修改所有的这个空间的 使用这个空间地方的样式 就是说我改了一个地方其他所有地方都改变了 这样非常方便 而且像这种它有一些 有些地方它是你看这种 特别提一下 它这种是有 是有两条线在这里的 一个上面一个下面 这种用一个自定空间 我们上面一根下面一根 这样就比较方便 而且我们可以设置它哪里显示哪里不显示 我们一个空间就可以把这些效果全部搞定 只要你把这个空间自定好了之后 你要写这样一个界面 可能就是十分钟 我就只是把这些文字加进去而已 半个小时吧最多 但是如果你没有自定空间 你需要一个个写一个个去写他们的样式 然后每一个这个可能是一个样式 这个是个样式 然后背景是一个对吧 这样就会用自定空间 计程布局这种方式就会非常方便 不知道我描述清楚没有 大家也听到没有 这个计程布局这种方式 也是在我们安卓真实的开发中 非常常见的一种方式 当然非常有必要掌握 我刚才说的几种情况 都是在我们安卓开发中 基本上可以说是肯定会遇到的情况 用计程布局这种方式 做自定空间的话 就会非常方便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下一节课程 我们将讲一个实际的案例 一个item的空间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谢谢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